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坚定立场的动作 怎么说呢 因为跟他们讲说 你们大家准备好 这个贸易战 我们不会这么容易的就投降 不太可能 中国立场是这样 当然这个美国立场也更坚定 这样下去的话 这个对于整个中国跟美国之间的贸易关系 影响会很大 那刚刚好这个台湾的外销出口当中 中国跟美国的比重又是特别高 占了将近快一半 所以这对台湾的股市来讲 相对是会有一些影响 不过因为我们年底有一些选举 所以这个股市的部分 我相信也不能跌得太难看 不然这个我想这个执政当局 也是相当头痛的一点 那以这个目前来讲 我觉得大盘的走势是走这个盘跌 它就先拉然后再杀先拉再杀 这种方式来做盘跌 我们先看一下目前大盘的走势 目前是下跌5点 下跌5点当中的今天量人是来到1078亿 那预估是1315亿 我觉得这个量没有出现之前 大家都不要特别的掉以轻心 我们看今天的盘 今天的这个大盘跌落这个连线 今天连线是这个咖啡时候 跌落这个连线之后 它是开空 跳空往下开 它跳空往下开之后 今天一度回补占回连线 可是现在要往下掉 来出现一个沙盘 那这样一个状况来讲 我看到一个亮点就是 昨天的投信是小买台股的 可见连线附近 它是具有所谓的吸引力 什么叫吸引力就是吸引这个买盘 因为我们看到投信进场 投信进场表示说 这个年线附近是具有所谓的吸引力 那我们看一下年线的扣底值 年线的扣底值 大家如果看不太清楚没关系 我只给大家看 就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呢 比我们现在目前的这个 大盘的指数还要低 所以年线是上扬的 也就是说年线是上扬代表什么 代表这个年线附近是具有所谓的支撑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看台股怎么走 就看前波低点能不能守得住 就这么简单 因为我们看 今年的这个2月份的股灾 跌到这个10189 所以这一波在4月底的这个跌幅 它是守住的 所以多头趋势是有机会出现 那这一次回来之后 我们就要去看 就要去观察说 到底前波的低点 这个10478能不能守住 如果可以守住的话 当然台股后续还是有机会往上走 那这几天的下跌 台湾的股民非常的勇敢 这个融资啊 没有什么大幅的减少 这个减少的幅度非常少 为什么会这样讲呢 我们看一下年初的 这个所谓的大跌的时候 2月初过完年的时候 过年前这个大跌的时候 你发现这个融资减少非常多 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 美股大跌千点 大家看到都吓死了 你早上起来看到 美股跌一千点 这个谁受得了 所以那个时间点的时候 那个时间点的时候 融资是减少很多的 可是偏偏在那个时间点 这个人叫投信 投信就一直去买 一直去买 所以我认为这一次的大盘杀下来 融资没有减少之前 大家都要 心态都要偏短 什么叫偏短 就是说你个股操作 你可能就是比较要打 打那种长期战 你可能短线来讲 你操作上 如果说有不错的成果的话 可能见好就要去收了 因为如果说你持续下去 你看这个盘融资没有减下来 这个对国际情势又这么震荡 这个筹码理论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觉得很多操作上的 这个风险就会增加 我们看到今天其实这个太阳能类股 跌生反弹 各位我看到太阳能类股跌生反弹 这个我是觉得 这个这不是一件什么好事情 因为它代表一个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的主流股不涨 你的次主流 比如说你我们家主流股 之前强势股是被动元件 被动元件不涨 你的这个MOSFET 你的光学 你的这个LED也不涨 那涨到这个太阳能 太阳能是最弱势的 那如果资金跑去最弱势的股票 那代表什么 这些主流股没机会了嘛 已经没机会了嘛 所以它资金才会跑到那个所谓 比较低基期的那一块 你说它低基期 讲难听一点就是它是空房股票 现在筹码是最干净的时候 因为没有人要嘛 所以它就那个时候先拉一下 先拉一下 因为市场上有一批力量是什么 有一批力量是追强势股 就是今天追 明天卖掉的这一种有这样的人 所以这种操作方式会吸引到一些资金进去 那主流股的部分跟次主流的部分 当然这个资金就会产生这个所谓的一个 这个退却的一个情况嘛 比如说这个 我们现在今天盘 这个量还没有出来 因为我们今天大盘的量其实是没有很多的 今天大盘的量没有很多 没有很多的情况之下 这个情况就是你不会看到 所谓的这个多杀多的情况 如果今天放量的话 那个是非常恐怖的 那个是非常恐怖的 就像这个年初的时候 年初的时候你看这一根长黑 我跟大家讲这根长黑 你看放这么多的量 这么多的量代表什么 代表有些人是不计一切的去杀盘 所以我跟大家讲是说 现在融资没有减少之前 大家还是稍微小心一点 你不要说回到过年的这个水位 你最起码要回到什么 先前的这个低点这个水位 你才有机会 不然这一波拉上来融资增加这么多 之前过年在这里 四月底在这里 现在在这里 可是看这个点位三者都好像都差不多 所以你没有发现说这是大盘特别的危险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因为我个人看是这样看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真的是 你要进场去做一些操作 我觉得你可能稍微走短一点 走短一点 我们看一下今天被动元件的这个表现 被动元件的这个国具 国具这个灯还在 什么叫灯 就是指标嘛 指标嘛 被动元件就是指标就是国具 另外2492的华星科 华星科今天站为月线 站为月线 另外2478的大益 各位这个市场上有很多的力量 去放空被动元件 被动元件这个因为涨多嘛 涨多你想到的一件事就是说我来空它 这个是很多人心中的想法 各位你千万不要冲动 你看这个被动元件整理一段时间 它的这个扣底值 我们不要看别的 我们看扣底值来讲好了 这一个是所谓的际线 它的际线扣底值在这边 我们随便给予打 它这个线型 这个价位是离扣底离这么远 这个线型都是往上扬 都是呈现多方 空它是会有危险的 空它是会有危险的 那我们看这个所谓的国具也是 你看国具的月线也是一样扣底值边 可是它下礼拜就会走入这个 所谓高档的平台区 这个平台区如果真的都没有站上去 你再去做一个反向操作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合理 可是你现在去做这样的动作 这个万一不如一起涨上去怎么办 这个是有风险的 所以有时候你要看一些股票 来做一些操作 8043密忘石 8163的搭方 这些都是被动元件 还有这个2456的奇力薪 这个都是这个人气指标股 我现在打这些股票都是 你去网路上 不管是去网路上 或者是去这个所谓软体上 你就看得到 手机也看得到 这些都是热门的强势股 所以你看到这个股票 它虽然是亮说 可是这个投信都还没跑票 这个投信都还没跑票 我们看一下3090的日电帽 3090日电帽昨天这个投信 这个人还跑进去满 这个投信还跑进去满 各位你要去留意这个法人的动态 他们没有完全放弃筹码没有松动之前 你还是小心注意点好 这个日电帽目前的扣底子在这里 这个是季线 季线在低档区 这个股价接近季线 所以它有可能就是区间震荡盘 这个还是要特别留意 特别小心 另外我们看到这个光学 光学大力光 这个昨天长黑跌破这个月线 可是今天月线底下又守住 这个盘就是震荡的格局 因为我们看筹码 我们看筹码好了 这个投信还是在买 所以光学的这个灯 这个指标这个光明灯在这里 这个大力光如果没死的话 原则上都还是有机会 3406的这个郁金光 郁金光鸟掉了 今天出大量这个要特别留意 这个要特别留意 昨天投信已经先跑一些了 但之前这些买的人 因为可能空间还有所以还没动 那原则上我认为 这一次中美的这个贸易战 它会影响到的 都是一些所谓先进科技 包括什么 包括半导体 包括这个所谓的PA PA就是这个公寓放大器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这样 中国如果出口一些零组件到美国 或者是出口到一些所谓科技的产品 到美国的话 它有一部分是云建是从美国这边进来的 或者是在中国这边做代工 然后出口到美国 你看昨天科技类股是不是中错 科技类股中错 包括像这个Avago Avago就是银河膏 还有这个所谓的 这个像Microsoft Google 还有这个所谓的很多 科技类股基本上 昨天有一些像印材那些都中错 那为什么他们会跌这么多 因为市场上很难一个问题是说 如果说我今天中美的贸易关税 这个问题提升的话 那美国针对中国这个制造 2025的这个制造这些项目里面 它里面就包括半导体的东西 它如果针对这些东西 做所谓的这个所谓的攻击的话 包括现在限制中方的资金 去买美国的企业 特别是高科技的部分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好 我们想个问题 我今天中国要跟美国买东西 买一些零组件 那我是不是要想到说 有一些所谓的合作关系 那合作关系可能就是 公司会有一些所谓的相互投资 这个是很多在商业策略里面的 一个所谓的策略联盟的一个战术 这个战术其实全世界 你只要读过这个管理学院都知道 这是一个策略 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跟他们合作 才有这个所谓后续这个保障订单 或者是保障这个供货的稳定性 这个是一个所谓双向合作的策略 可是今天中国把这个部分 美国把这个部分打断了之后 两方面的人就开始头痛了 怎么办 现在政府这样做 那个前几天哈雷跑票 这个川普骂到不行 那现在这些科技类股怎么跑票 所以问题来了 这些科技类股跟这个中国之间的 这些供需关需 如果没有办法持续的延续下去的话 会造成一个问题 未来如果这些科技产品 要卖到中国去的话 它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状况 可能会有一些限制 我们不敢说关税 可能会有一些限制 或者是会有一些品牌的选择 这个可能会在中国这个所谓的 民族主义当中会出现 抵制什么抵制日货 抵制美国货 抵制韩货 之前就是这样嘛 因为这个萨德系统 这个对南韩 南韩布置这个萨德系统 中国不爽 抵制 就有可能会出现这样 那会不会影响到中国在第二季 苹果在中国的销售量 这是有可能 所以我觉得现阶段来讲 科技产业的部分 我们要开始去做一个所谓的收敛 这个风险慢慢的浮现 在我们没有看到很明显 你现在看不出来 你现在看不出来 因为现在还没有出现量 可是如果出现量 这个时间点才是最值得担心的地方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待会我们再讲下半场 全国投资朋友 想知道如何选择好股票吗 我用均线扣体推算法 帮你在起涨之前 找到最适合的好股票 网络搜寻17hoia吧 或是加入我的 Client生活圈 就可以跟我一对一的 双向讨论 我也会亲自回答 理事务的问题哦 谢谢好远吧 平常工作时 主持充斥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感觉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着片刻的能力 Choose your own 同来 俄牌气密床 全国投资朋友 想知道如何选择好股票吗 我用均线扣体推算法 帮你在起涨之前 找到最适合的好股票 网络搜寻17hoia吧 或是加入我的 Client生活圈 就可以跟我一对一的 双向讨论 我也会亲自回答 理事务的问题哦 谢谢好远吧 本来的本事务料 从现在起 三个药 五个不 预防禽流感 勤洗手 确实消毒 肌肉 但要熟食 要买合格标志的 禽肉蛋制品 不生食 不购买 不自行宰杀 不胃食 不接触 三要五步 勤防护 人间处处 有情天 好欢迎回到这个节目的下半场 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大盘 大盘目前是下跌38点 38点的跌幅 如果今天低点可以守住的话 云层上是看未来的一个礼拜 如果说这个盘是可以走稳 我相信年线还是有一些所谓的支撑 那今天贵买 因为贵买的这个拉回是比较深 最主要是因为 当然贵买这次跌的比较少 你看那个大盘跌到年线的时候 贵买还在激现 当然这个空间就出完 所以这个内置的股票 这个最近要特别小心一点 好我们看一下 刚刚跟大家讲光学 对不对 我们光学 这个郁金光 今天是目前是平盘之下 也拉回了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光学当中还是有强势过 林一光涨停 这个是 这个是 奇怪的股票 好奇怪的股票 你看在这个均线 各位我跟你讲 这个均线目前 这个扣底在高点 当然是下完走平的 它目前只有几条线在上面 那能不能回林线 要看后续量能不能出完 现在量年我是觉得不太够 因为跟先前的套量量比起来的话 这边量年其实是不太够 短线还是要留意 这个可能 有可能是跌生反弹 还是要留意 那另外我们看这个 363年的这个兴趣科 兴趣科现在目前是在 月线阳角是往上的 这个月线阳角往上 我是觉得说 相对是整个盘子来讲 是比较有强势的特性 我们看一下 那十字线扣底 明天要跳上去 那看它今天这个状况来讲 应该是辛苦一点 那就是看它这个扣底值上来 所以这两个股就是看这样 那另外我们看这个3362 那些光学类股 其实有些个股在年线上 它这个是缺口 看缺口能不能守得住 我觉得这些个股来讲 基本上就是看整个这个 这个现行的一个状况来 6209的金国光也是拉回 309的亚光 亚光持续的这个在破底 这个所以高档不追了 不追了当然就风险少一半 那还有另外一档个股 是这个3360的上利 上利是这个Sony的 Sony的这个代理的公司 代理Sony这个CMOS CMOS就是什么 CMOS就是我们现在 在做这个感光元件的部分 里面比较重要的东西 那这个东西会在以后的这个 包括高阶的手机箭头 因为我们现在 手机这个1000 2000万的画素 是日日日日正常的事情 以后我们有机会到 更高的这个画素比 我觉得这个是有可能的啦 那更高的画素比 当然这个对于整个 照相的整个所谓的 这个清晰度就会更好 摄影也会改善 所以呢未来在这个 所谓的摄影的部分 或者是照相的部分 如果它的这个画素 可以增加的话 它会带动很多很多的需求 包括什么 包括记忆体 包括这个所谓的这个储存器 像储存器这个部分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最近 市场比较火热的 就是这个CDR CDR的部分 CDR莱德 莱德昨天投信买很多 那我们光碟双熊 就是它跟这个 2323的这个中环 这两只 那今天都是错过月线扣底 这个要特别留意 月线下弯的问题 那也是一个融资鱼额多 这个融资鱼额多 其实都会是一个很大的状况 那另外这个中环是相对抽码 干净了一点 那昨天投信也有进产来做布局 相对是稍微强势一点 我想这个涨价题材的部分 为什么会在这个Archive Disk就是这个永久 永久储存性的这个光碟身上 也是因为现在市场上的需求是这样 慢慢有一些东西它可能是可以放的 比较久就是Data可能是暂时用不到 它不见得会准备一个所谓一颗硬碟 或者是这个所谓的这个记忆的部分去储存 它可能是用这个所谓光碟的方式 那如果光碟的方式可以去放的话 那有些档案它其实是可以收纳的 它比较不会占所谓第一个 占这个所谓Power就是电源的部分 因为我们如果用这个所谓硬碟 去储存这些东西的话 它是需要这个所谓电子的硬碟 这个一定要 那这个还有这个所谓耗电量的问题 这个都会是问题 比如说像国际很多大厂 他们会把一些Data Center 是放在这个海底 大家可能第一次听过 它是放在海底 因为海底它的温度是比较低 所以它散热的方式就非常的好 因为那边也没有什么人 没有什么人它放那边 只要是人可以进去维修的话 运则上是可以放那里的 那放那里的话 它的这个就不用担心 这个热能的问题 可是这个东西 毕竟不是每一家这个都可以做 所以它可能未来会考虑到 说所谓有一些蓝光的这些 或者是一些永久储存性的这些光碟 光碟的部分 这样就是它的这个所谓的一个市场 当然最近很多原物料涨价 这些个股也相对有一些表现 那我们看一下今天的LED LED 今天相对的比较弱势一点 金电尾牌拉上哪一点点 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2340的光碟 光碟达到这个 跌到这个低点 这个低点其实跌蛮多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光碟的现行 光碟在这个先前6月中旬的时候 出现一个上影线 这个上影线是爆量 这个量能超过10万张 我们看这一天量能是多少 你把它拉过来看 所以量能是13万张 13万张的巨量出现上影线 这都不是好事 所以就跟大家讲这个拉上去 这个要特别留意 那另外就是这个2426顶元 顶元也是做一个横向震荡 顶元的现行稍微好一点 因为它是横向震荡 那头信有买顶元 当然也有买光碟 8111的这个立基 立基还是在平凡之上 相对是比较强势一点 那另外我们看一下3527 这个MicroDIC设计的巨基 巨基守在月线附近 那月线扣体横着走 大概要下礼拜才会到高档区 另外我们再看这个其他的一些个股 这些LED的部分 今天是稍微做一些休息 对还有从东北的部分 东北今天是拉回来做整理 这个MicroLED的部分 我觉得像农创最近是比较弱 农创的弱是因为跟这个所谓的 红海是有关 因为这次红海好像是关税里面 受影响比较大的 这次的拉回已经来到快前波低点了 这个也是很头痛的问题 这个郭董头痛的问力 好那全脂股的部分 这个台积电今天比较危险 出现了一个新低点 这个我觉得大家要去留意 台积电它下跌的方式是这样 它下跌的是跳空的方式往下跌 这是一个缺口是两个缺口 这两个缺口都没有回补的迹象 而且它底部也没有放量 这个是比较特别危险的地方 这个是我觉得 现在目前台股没办法上去 那如果加上这一个的话 这个是除息的缺口 如果你去还全息还原的话 这个缺口才是实质的 这个跳空的缺口 可是不管你除全除息 这个贴口 你这个除息的这个缺口 没有去做填息 就是已经算是很多 那当然这个融资的部分 从这一波拉回之后 开始就增加 到现在就增加 台湾的个性是这样 这个东西越便宜买越多 我是不建议这样 因为股票跟东西是不一样的 各位 你去买高利菜 高利菜一颗10块钱叫便宜 一颗100块叫贵 你在10块钱多买一点 我觉得是OK 因为它有个所谓的 就是有个最低的价格 西底下给 可是股票不一样 股票不行是会下市的 所以不要以为说股价便宜就去买它 从这个融资的水位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你看这个融资水位 如果代表散户的筹码 这个投信的这个 是在卖台积电的 各位你要去看 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操作 不是说我感觉它不错 我觉得它OK 我觉得现在目前很便宜 这是你觉得 不要去预测异常 你看台积电现在又有新低点出现 这个新低点到底能不能守住 你看如果你从整个大方向来看 这个是破底的 这个是破底的 那它目前来讲 所有的各期均线 各位你要留意 这个各期均线 这个是年限扣底的位置 你把它拉出来看 我们今年是六月底 去年的六月底在这里 所以它的年限扣底在这里 它是走平的 所以它如果这个年限扣底 走不住的话 最后年限是会下 下弯的年限 就会形成一个所谓的压力 这个是我们从扣底的角度来看 那你说康外资要不要买台积电 我觉得这个大家不要去预设立场 这个如果说今天股价表现真的不OK 你觉得不要想太多 因为这个市场就是这样 那我们再看这个大力光 大力光虽然是整个稍微好一点 稍微好一点 那这个守住一点 整个全职股来讲 我看这个法人是比较喜欢这个大力光 因为它有买 那其他像这个鸿海的部分就很弱 台积电还破底 这个我觉得大家要特别留意 所以现在的盘势来讲 以我们现在目前的大盘 今天也有新低点出现 你看我们说着说着 大盘又黑掉了 这个要特别小心 这个 我不是很好 我们来看一个产业的部分 LED我觉得它是有前景的 最主要的前景是什么 因为我认为说 这个感测的产业是存在的 那当然这个 包括光磊跟鼎原这些 还有东北这些 他们的这个所谓的 营收下半年都会不同 第一个是光磊的这个 感测元件是扩产的 那鼎原也是 这个部分来讲 其实是跟这个 高科技的一些产品是比较无关的 就是在一些比如说中阶段的 当然你会说Apple Watch也是高科技 但是我觉得 跟所谓的这个苹果的手机 跟一些Data Center 或者是跟一些大数据 或者是区块链这些东西来讲 基本上它不算是一个高科技 那我觉得他们这个产业来讲 如果切入到医疗的需求 我觉得医疗市场 会是一个比较封闭的市场 因为这个市场里面 它围绕的就是一些老人化社会的国家 所以这个地方跟我们所谓的消费型电子 是不同的 所以如果说Apple的这个Apple Watch的部分 走入这个所谓的医疗器材的这个角度的话 我想它的未来的整个营收的成长性 会比较稳定 比较稳定的原因 它不像这个消费型电子 因为消费型电子 有时候是看产业的旺季跟薪资的水准 可是如果说真的你 你救医的需求或者是 这个治疗的需求这个有的话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这个没办法的 那当然这个都是下半年 最近股价拉回整理 那这个是感测的部分 感测是红外线感测在这个 2018年2019年2020年 我们观看这个红棒的大小就知道 这个2019年比今年好 2020年比2019年好 那这个资料所有的来源都是LED Insight 所以如果说你对这些资讯 有什么样的疑问 可以去找这个LED的Insight 老师这样讲好像是比较那个 好 当然这个部分来讲 我觉得里面有个亮点 就是在这个血氧剂 跟光感测的部分 这些个股最近都拉回 拉回也是正常 因为涨多 所以我跟大家讲说 基本上你不要去追高 你的风险会少一半 那不能说追高不会有获利 应该是说追高它会有风险 追高会有风险 你的风险比别人多 你的压力就会比别人大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那今天大盘的下跌 目前是还看不到什么明显的料 加上融资水位在高档 我会建议大家 现在就是保守 保守为一 那任何的操作都是以短线为主 那看关税能够延到什么程度 这个中美之间 到底达到什么程度 我们不知道 但是你要有心理准备 两边都不是那么轻易退缩的国家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明天见 运通财经台 为投资人打造全新的台股直播室 超强名师阵容 直播现场急问急答 盘中其实为您解答 4月起每天早上9点开始 正清锁定运通财经台台股直播室 全国投资朋友 想知道如何选择好股票吗 我用均线扣底推算法 帮你在起涨之前 找到最适合的好股票 网络搜索17hoia bar 或是加入我的tly app生活圈 就可以跟我一对一的双向讨论 我也会亲自回答你直播的问题喔 你去好远吧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拒绝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这片刻的冷静 Choose your online 全国投资朋友 想知道如何选择好股票吗 我用均线扣底推算法 帮你在起涨之前 找到最适合的好股票 网络搜索17hoia bar 或是加入我的tly app生活圈 就可以跟我一对一的双向讨论 我也会亲自回答你们直播的问题喔 你去好远吧 行前需注意气象 天气稳定才能登山喔 Go 小胖快一点 大家等等小胖 队伍别拉太长喔 小胖没事吧 没事 登山时同伴间要互相照应 好